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 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12个什么是爱的真爱作为 今天要聊聊关于说什么是爱呢 当你真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出现怎样的行为呢 在爱情里呢,有些恋人可能刚开始他们分不清楚 到底是喜欢还是爱的差异 简单来说呢,喜欢是单方面的喜好 而爱呢,是除了喜欢又多了一种想为对方好 然后想要无私的付出,想要奉献 而且你不求回报 所以呢,今天就来分析一下 如果你真的有爱过的话 这12种你已经默默爱上的真爱作为 就此呢,让你判断一下 你是否是对这个人有真的那么爱吗 还是你只是喜欢而已呢 还是你现在已经默默的爱上了 但你自己还不自知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为爱迷信 什么是爱呢?爱就是即便你自己再怎么不相信 什么星座啊,血型啊 就是那种算命的滋味啊,塔罗啊 各方面,尤其是星座 你以前可能划到什么星座运势 你根本就连看都不看 可是当你真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呢 你意外的滑到星座运势的时候 你就是会忍不住的 想要看一下他的星座解析 是好是坏 你会期盼着他能够多一点好运 或者是你也会期望着 自己的恋爱运很OK 这是第一点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很多人真的以前是不在意星座 也不相信星座 但是呢,他真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呢 他看到网络的那些新闻啊 或者看到一些国师在分析一些恋情的时候 他总是会有意无意的去判断 我们两个是否是天作之和 很速培 这点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如果你发现你有这个现象的话 有可能你已经默默爱上他了 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 什么是爱呢 就是你会记得他的喜好 什么是爱呢 爱就是你会在聊天中 默默地记下对方的饮食喜好啊 兴趣嗜好啊 他的生日啊 他的星座啊 他喜欢什么颜色啊 他喜欢哪个艺人啊 他喜欢读什么书啊 每当就是你看到相关的资讯 比方说他跟你说他喜欢吃什么美食 你看到个新开的餐厅 你就会立马地想找他一起去吃 或者是你发现说他喜欢某艺人或喜欢哪一类的电影 那个电影要上映呢 你就会很乐器地问他说 你有想要看吗 我可以把时间留下来陪你去看这部电影 就是你会特意地就是记下他的兴趣跟喜好 然后呢 你会就是无意地丢一些资讯给他说 哎有这个讯息哦 然后只是为了跟他分享这个喜悦 跟告诉他你有在在乎他 就是第二点关于说你会记得他的喜好 接下来第三点呢 就是什么是爱呢 三就是呢 你会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 什么是爱呢 爱就是当你遇到一些有趣啊 猎奇的新鲜事的时候 尤其现在网络上很多的迷因 很多的梗图 你看到的时候你第一个传给他的一定是他 或是看到一些厌世啊 或是一些愤怒的新闻 这些就是让头上的议题呢 你就第一时间你会想要点开你的通讯软体 第一个发送出这个资讯的一定是他 所以通讯软体算是一个能够判断的义举 你看谁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你把它放在你的内心的排行榜第一名 你就一定会先传讯息跟他说这件事情 所以三呢 就是你会跟他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 接下来第四点关于说 你有没有爱上了呢 就是四 吃美食的时候呢 你第一时间就会想让他一起品尝 什么是爱呢 爱就是当你意外的品尝到一道非常好吃 非常美味的餐点的时候 你一定会第一时间就想到说 哦我好希望他可以吃吃看 我想要买一份给他吃 或是哪怕你现在吃的东西非常好吃 你一定会立刻留一口说 哎你要吃吃看 这个真的很好吃 这四就是当你吃到任何好吃的东西 你第一时间就会想到 哎我想要买一份或留一份给对方吃 那如果你心中有这么一个人的话 很有可能对他就是 他就是你的special one 接下来第五个关于说 什么是爱呢 就是气象变化的时候 不忘提醒 什么是爱呢 爱就是当你意外发现新闻台 最近在播高温特报 或是寒流来袭 或是最近可能雾霾很多 或是空气品质很差 anyway 反正只要任何 你觉得可以跟他分享 要注意的 你一定不会忘掉 跟他说 哎今天很冷 我今天很热 哎今天空气不好 哎今天出门要注意 就你一定会 第一时间跟他讲这件事情 这看起来感觉很普通 很平常 但是你要能够做到 持之以恒 或是你真的每天看到之后 你就会第一时间想要提醒他 关心他 那比方说你最近可能突然会下个暴雨 你就会第一时间说 哎他姐带雨去伞 不论情识多云 哦正云 你就是会想要这个人 那很有可能 你就是真的爱上他了 那他是不是有这样对待你呢 你也可以做个小小的判断 接下来第六 可关于说什么是爱呢 就是你会让他看到最好的自己 什么是爱呢 爱就是当你每次要跟他见面之前 你总是会在镜子面前 不断的整理仪容 check一下自己的牙齿啊 头发 皮肤状况啊 穿搭 甚至有时候细节到 你的指甲有没有剪啊 指缝干不干净啊 有没有一些脱皮之类的 或是你的鼻翼有没有觉得很干燥 就直接有没有脱妆 这些细节 就真的如果你很在乎他的话 你就会想要把你最好的那一面 呈现给他 哪怕你可能交往一阵子 你还是会期待说 在他面前是不能够 就是太邋遢 那如果你有这个状况的话 表示他可能就是你的one 第七点 关于说什么是爱呢 就是吵架 你总会先失落 失好 什么是爱呢 爱就是当你笑两口 就表现吵架 或是有些小事 而争执不下的时候呢 你会适时的甘心 就是先道歉 先失落 想要安抚对方的情绪 哪怕 你知道你自己是对的 你知道你这个架里面 你是站在有力的那一方 但是你会更在意的是 你会希望他开心 你会希望就是好 那就是让大家的情绪先平复下来 让他先不要生气 所以你会自顾自的先 忍耐一下你的情绪 然后先去道歉 或是先去递出橄榄枝 告诉他说 好啦 没关系 之类的 安抚他的情绪 那如果你发现 你两个在争执的时候 你是比较容易退让的那一方 很可能 你就是爱了比较多的那一方 那也表示说 他可能对你来说 是一个蛮重要的存在 接下来第八点 关于说什么是爱呢 就是 没事你会点开他的相簿 就是莫名其妙想要看看他的照片 不管他的社群也好 或是你自己手机里面 他的照片也好 什么是爱呢 爱就是 不在他身边的时候 你无聊发慌 或是 刚好你就是突然要出差 或是要分隔两地的时候 你就是闲来无事 你就突然 哎 怎么有点想念他 就会点开你的手机 看一下他的照片 又看一下他的社群 看一下他的IG 那如果你发现在平时 就突然你会没来 就突然想要看一下他的照片 然后就看 就觉得很开心这样 如果你有这个尽头的话 很有可能 你就真的是爱上他了 而且 这种状态呢 有可能就是 你明明刚才跟他见面 但你就是刚刚突然 你突然就是没来 就是很想要看一下 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就点开上面 那自己笑得很开心 你有这个 奇怪的镜头 表示 那就是你真的爱上他了 接下来第九点 就是关于说 什么是爱呢 就是 你会想要一个人 占有他 什么是爱呢 爱就是 虽然你明白 他身边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异性 或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情敌 但是呢 你只要看到他跟别人就是谈笑逢生 你内心就会耐不住的醋意 或是那种吃味 每一每想到这些 你就会让你觉得又气 但是你有一方面觉得 怎么会那么难为情 他明明跟他就是goodfriend 或者就是他其实跟他就是真的同事 可是你就是莫名会吃醋 那你发现说 你就是莫名其妙 就觉得那种占有欲很强 但是理性告诉你 就是不能够这样想 他两个明明就没怎么样 为什么要就是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呢 那很多时候 当然我们理性会告诉我们说 就是你不要想太多 或者他们真的是没怎么样 但是你如果发现你内心会小小的吃醋 那表示就中了 可能你真的爱上他了 接下来第十个 关于说什么是爱呢 就是亲到一句晚安 什么是爱呢 爱就是他每晚 总是会不忘的告诉你一句晚安 他才甘心的回去睡觉 他才觉得他这一天真的结束了 其实像之前呢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那个你所言的 有时候晚安并不是单纯 就是那么的简单 晚安两个字 他其实背后的隐藏 类似那种爱情蜜语的概念 就是你跟他说完这句话 你才觉得 我就是在这种无关紧要的地方 做你们两个人知道 接下来第十一个关于说 什么是爱呢 就是放手成全 也是一种爱 说到这里呢 可能就已经是到 一个感情的末端 如果你真的爱过一个人 有时候你不一定会像刚所说 你一定要占有他 有时候放手 也是一种爱 什么是爱呢 爱就是 当你发现他在你身边 越来越不快乐的时候 即便你再爱 再伤心 再难过 你可能也会选择 那就甘愿放手 让他离开 成全 他去追寻他真的 想要的幸福跟快乐 这种真的爱 其实是 是另外一种层次的展现 有时候就是 你发现你们两个就真的 哪怕你再喜欢他 但是就是不适合 或是你们两个 有些中间 一些问题 那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而且就是 哪怕你们现在就是将就着 或是你们两个就是拖着 这段感情 但是那个东西会被消磨掉 那个爱意 或是这段感情终究 没有办法善终 走不到最后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在你们两个现在还在 就是完好如初的时候 或是还没有受伤太严重的时候 适时的才刹车 或适时的在此刻 跟对方可以有机会 好好的心平气和的道别 那这种爱 这种成全 这种放手 其实也是某种真爱 的展现 接下来关于说 第十二个关于说 什么是爱呢 就是你真的分手后 不打扰 是你最后的温柔 什么是爱呢 爱就是分手后 哪怕你独自的伤悲 痛苦难挨 不打扰 是你对他最后的一份温柔 因为你不愿意让他知道 你仍然停在那个 道别的那一刻 你仍然深爱着他 你仍然在原地 恋战着这段以前的旧情 因为你不知道 你只要再拿起手机 你多么想要播出电话 或者多么想要传讯息给他 或者你告诉他自己就不行 因为你怕 就是会再勾起一些不好的回忆 或者再勾起他一些困扰 所以你选择 不打扰 所以这也是很多 当初会叫说 你分手有多么爱 就表示你会有多么痛 而在最后你能够做到 就是不去打扰 然后你选择就是冷静的 让这段关系慢慢的去消化 自己去就是理清跟梳理自己的情绪 这其实是很成熟的一种分手的姿态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这样是一种冷漠 表示没有那么爱 可是有时候可能是 他是真的非常爱你 所以他才会这么 对自己这么狠心 才会告诉自己 就千万不能再跟他联系 因为一旦你在联系 你怕对方 又会在深陷于之前的群回里面 所以这也是一种爱的展现 好啦 就是今天的十二格 什么是爱的真爱作为 或许你没发现 但是你可能默默的真的爱上了 最后呢 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对于今天的议题 有任何意见或想法的话呢 可以到IG YouTube 那边去订阅留言 跟我做互动啦 最后呢 最近还有个新的APP 叫做Clubhouse 如果你在那边也有会员的话呢 也可以搜悬 其实你应该 就可以找到我在那边 开放聊天咯 好啦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